嗨!Maskin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lan 我是如如 我們的頻道從以前就常介紹APP 什麼第三方支付啦 通訊軟體APP 之前我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看過一個APP超誇張 真的誇張 你如果需要任何的幫手 這裡絕對都可以找到人 任何幫手 對!你有沒有一個人 覺得說需要有人幫你忙 但是呢 現在你又籌不出時間 或者沒有這個能力 或沒有這個技能 有 例如 例如 幫我送禮物 或者是幫我修電燈 之類的 真的嗎 你知道我的高度總是 高度 所以我很需要人家幫我 好!那我給你看一個APP 這個APP它非常厲害 我們看全部服務就好了 你剛剛有講到了 搬家 也可以有找人搬上阿波里 我超需要的 休息衣機 然後還有什麼 你以後如果結婚了 譬如說有一個要幫你 你要找人幫你做月子 弄月子餐 都有喔 然後還有更誇張的 你看喔 你剛剛講的鮮花美食 送玫瑰花 百合花 康萊欣 這些通通都有喔 然後還有一個 這是獵人 這是什麼意思 喔 這個女生最喜歡的 這個我超需要的 手部指甲 但是我告訴你 你現在看到都只是這個功 但是你忘了 它這個所有的功能都是到你家幫你做 喔 你懂我意思嗎 這到你家幫你弄手部美甲 或者是竹部美甲 或者是用睫毛 或弄頭髮 或用化妝 手部護理 這套誇張的 然後還有一個叫什麼 這是什麼 洗衣服 洗衣服 到你家幫你洗衣服 或幫你送洗衣服 厲不厲害 真的 很棒耶 如果台灣有這個城市也可以用到 或者是你需要一個水電工 那我可以挑身材嗎 我可以挑嗎 所以我上面可以說 我要8塊錢 你聽得懂我的工耶 我聽得懂 你這個年紀聽得懂我的工耶 好 那不過呢 這個APP呢 可惜台灣沒有 所以你現在要說的就是 台灣有了嗎 我們今天來介紹的就是有一個APP 叫全民跑腿 那這個全民跑腿呢 是我剛下載的 這個APP好像才剛開始沒多久 所以呢 你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 它可以承接任務 也可以發布任務 但是它不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APP 那麼成熟 就是裡面所有的內容都幫你分類 細項幫你分好 對 但是它這個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可以發布任務 你也可以接任務 也就是我可以兼差 譬如說我今天發布一個任務 假設說 我辦公室裡面很亂 然後我想要請一個人 專門會收納的 來幫我把辦公室把它收納好 那我就可以發布一個任務 譬如說 看有誰來可以幫我整理我的辦公室 然後呢 發布任務的時候 你可以刊登 費用 然後看有沒有人願意來接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像這個APP呢 就有這個功能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接任務 現在已經有人刊登了 你看 它不會電腦有沒有 好像一個GTA賽車遊戲 電腦版 NAT Net連線的問題 會的人就可以接 你去幫它處理 它在南投草臀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幫我買狗尿布 這個我可以接 這你可以接 是不是 剛好在中山區 對對對 你看你把它點進去看 尿布 你看這個 乖乖 這個叫乖乖的 然後你看 跑腿費150 然後帶電費550 然後呢 就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人留言 喔 還沒有人留言 所以你待會可以去留言 其實我覺得150OK 150OK嗎 因為你看現在的那個外送啊 什麼的 它的外送費40塊 對 對 那150塊其實蠻划算的 這樣子好了 我來發布一個任務 請人家幫我打掃我的辦公室 嗯 對對對 你負責接任務 好 你可以接剛剛那個 買狗尿店那個 好可以 我們公司附近好像就剛好有寵物店 好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體驗一下這個 全民跑腿的APP GO GO 你現在已經下載這個全民跑腿了嗎 對 我剛下載好 那有誤誤列表 欸我有 狗狗 對啊就是 就是剛好我們看到那個 因為我們兩個現在都同樣都在這個區域 它會自動去 偵測你現在人在哪個區域 然後譬如說你要承接按鍵 你在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就要設定你 譬如說你可以承接的是哪一個區域 那譬如說你是設定台北全縣市 喔 這邊就可以按 對對對你按全選 然後送出 然後這邊 現在目前只有一個任務 對 它這個就是真的很新的 對 它這個APP很新 所以用的人還不多 那如果用的人很多的話 其實我可以一次接好多個任務 對 你就變成可以 譬如說很多 譬如說今天中午幫我買滷肉飯 譬如說 那這個東西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 你如果叫外賣美食 它就只能幫你送 它不能再幫你中間折圖去做其他事情 對 譬如說你幫我買個飯 然後再去洗衣店 幫我拿行李文 然後譬如說這一段 跑腿費用多少錢 哇賽 這對我們這種懶人來說 非常的棒 超級 好 你給他試試看 你現在按進去 然後你說你要承接任務 我要承接任務 對 我要承接任務 然後按 它還有分耶 可以應徵單車走路 你使用的交通工具 你跟他說 你用機車好了 我按機車好了 承接成功 它這邊有一個在跑 他現在 以投稿 以投稿 對方要接收 我才可以去跑 對對對對對 接收 然後你就給他留言 你還可以跟他對話 你就跟他對話 譬如說你可以跟他寫說 你很急嗎 我現在就可以 哈哈哈 不好嗎 你剛剛 弄我嗎 我說我現在可以幫你 我現在 你在設定使用的時候 你在後面 我們剛剛有一個通知 會員通知 對對對 這裡有個通知設定 這裡呢 你如果打開LINE的通知啊 設定啊 這些啊 他通就會通知你 就譬如說 如果你現在 你投稿的時候 對方如果願意接單的話 願意你幫他接單的話 然後如果他按OK 你就會被通知到 就可以趕快回來 然後趕快去做這些動作 對 我現在已經發通知了 那我們來等一下 看他會不會回訊息給我 我跳出一個通知 那你通知嗎 對 什麼東西 就是 訊息 他現在跳出來 有人發任務 你今天看 現在應該是你 這裡出現一個 以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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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可以去 跑任務 你現在就可以去跑任務了 那除了魯魯 他是承接任務 應徵者之外 我是發布任務 我在全民跑腿上面已經發布 請人家來這邊打掃 而且已經找到 我給他的費用是2000塊 那在留言區呢 他也問我說 辦公室的整理的狀況 具體的工作內容 我也都回應他了 那因為對方不方便被拍攝 所以我們就中間的過程省略 我們用縮時攝影 把整個辦公室整理的狀況 記錄下來 我們去買尿店 我不知道他裡面要的品牌有沒有他要的 他好像說 如果牌子不一樣沒關係 但是尺寸要一樣 尺寸 對對對 要S號中 這裡有狗娘布耶 我要順便買 對對對 小號的 應該這個就可以了 對 應該那個就可以了 可是這是100張的耶 這比較多耶 我跟你說 不然 他上面不是有聯絡人電話嗎 你現在打電話跟他聯絡 好 對 幹嘛 我跟他講說是要賣美 對對對 就是你說 這邊只有賣S的 而且一包就100張了 那你要兩包嗎 那你要100張的還是50張的呢 好沒關係 他說這樣子買一包就可以了 一包就100張 對對對 我還幫他省錢耶 嘿 那要牙蠟齁 今天送你1000 好現在買好狗娘墊了 交貨交貨 哈哈哈 欸這樣速度很快耶 可能半個小時就幫他搞定了 對啊 那如果今天剛好有很多人要買的話 我就可以一次在附近買好東西 然後送過去 因為反而都在大台北地區 我現在跟對方聯絡了一下 我把東西送過去 就要在樓下等 因為我也很忙 哈哈 好就先這樣子 走吧出發 我也是一個帥哥 你想太多了 你是來工作的還是來 搞不好啊 我之前就真的有去過嘛 因為外送有沒有 是不是那一部 寶石姐的賣家 搞不好是 他明明就在家裡 哈哈哈哈 下車了啦 好啦好啦好啦 哈哈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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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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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應該沒事我就去接案 你要挑地點 你要挑那個地段是住有錢人的 對對對 難怪他買個 連買個狗尿店都懶 你知道嗎 好狂喔 所以真的不要以為150塊 他長得帥嗎 還挺可愛的 你很煩耶 走走走回去了回去了 各位朋友們我 這個忙完回來了 在APP上面找了這一位 跑腿的先生他已經先回去了 那回來的時候呢我大概看了一下 這個 我的辦公桌 因為我稍微剛剛又放了一些東西 他剛剛這邊收的還蠻整齊的 然後呢把我書也都擺好了 他還把我的這些東西收的乾乾淨淨 然後放整齊 他還排列喔他剛剛這個你看 他還把發票這樣放斜的 然後一落一落這樣全部都放好 他幫我把上面這個 陳列架擺得整整齊齊的你看 他把我的跑車擺到這地方 我本來跑車在這裡 F1賽車模型 我看眼鏡他全部幫我找出來 有些都不知道藏在哪裡 他剛剛可能每個地方都收片了 然後還有我的一些道具 然後還有一些 還沒開箱的或已經開箱了 全部幫我收得乾乾淨淨 重點是給你們看喔 給你們看喔 不要嚇一跳 他連抽屜都幫我收得整整齊齊的 抽屜裡面本來亂七八糟的 他收屜 欸他還擺得整整齊齊的耶 好 我們已經體驗結束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做一下這個 最後的體驗的報告 一個是我請人家來辦公室打掃 對 那你的部分是去幫人家刨腿 買狗尿墊 結果我順便買了狗尿布 還蠻圓滿的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但我覺得就是要記得評價 五顆星或是幾顆星 他有給你評價嗎 有他有給我評價 其實是我先給他評價 真的嗎 任務結束之後呢 記得給雙方一個評價 我知道你為什麼給他五顆星 因為他給你一千塊不用找 他要給五顆星啊 下次他才會在找我嘛 五顆星耶 真的耶 所以記得呢 結束之後評分 作為其他人 在找跑腿的時候一個參考 因為他如果服務品質不好 下一個人他應徵說 他就會知道說他的評價都不好 那如果評價很好 他也會有應徵的這個見數 他有點類似像Uber 已經跑過幾趟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記得打開Line的 這個推播通知 尤其是對於跑腿員最重要 就是因為打開通知有個好處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在中山區 只要中山區有人刊登 馬上第一個用Line通知你 你馬上可以看 所以可以跟人家搶case 有點像那個計程車有沒有 對對對 我先呼叫計程車 然後或者Uber 然後趕快按 就是要接這個客人這樣 我們這一次呢 體驗完之後發現 其實他有無限的可能 對 因為他的選項非常的多元 基本上就是可以幫你做 你不想做的事情啦 對 沒錯 譬如 就是幫我剪指甲 幫你剪指甲 然後我要備註是正妹喔 正妹喔 正妹找正妹很合理啦 對對對 全米泡腿這個APP 他是新的啦 那推薦給大家 那我覺得他 因為才剛開始 對 才剛開始 我在拆他以後 開始會做很多的分類 譬如說交通類別的 或者是採買類型 就是他一開始推薦哪一個 欸 搞不好還有家教 喔 對啊 譬如說我現在快要考試了 那譬如說我要找中山區的家教 總之那意思就是剛剛講的 他有無限的可能 其他自己想像 好不好 自己想像 對 所以呢 如果你要兼差 或請人家 跑腿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APP 我覺得 將來使用的人一定會越來越多 對 好不好 今天推薦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如如現在的新的頻道 底下的說明也有 然後還有Alan的副頻道 還有Brian的頻道 當然我們主頻道也要訂閱啊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各位 掰掰啦 掰掰